近期经济转差 部分行业要动身和缩减人手 不过有些就相反 人手需求不跌反升 例如保安业 收督保安课程的人数增加 也多了一些非华裔的面孔 由梁佳怡讲 沙田新城市广场 月中重开的有一城 刚刚开学的城市大学 还有理工大学 这几个地方 近月出现不少这些外籍面孔 为什么多了请这类保安呢 院校和商场没有特别解释 业介话近期保安人手 整体需求大了 也多了非华裔人士加入 最近两三个月 就有大约800至1000人入行 比过往整年还要多 较多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裔人士 不少在香港土生土长 以往多数从事建筑 另外有些是尼日利亚裔 在高级会所和酒吧等做过保安 甚至做过保标 这批保安人员比较年轻 平均大概都是35岁左右 至40岁 身形比较大 普遍都是说英文的 或者有些记者朋友是外籍的 至少他都基本对答到 平均大概是100至150元一小时 他们都是一个短期的合约 所以你不是一个很吸引的人工 怎么可以吸引到他们来呢 提回警方的数字 现时有超过32万人持有有效的保安牌 去年有大约59000多宗保安人员许可证的申请 较前一两年多大约七八千宗 多了入行的不止非华裔人士 工联会这个两日保安课程几乎坐满日 以往可能十几个 但现在基本上都是去到20人一班 跟最上一年的比较 人头是多百分之十 特别是导游业的从业员 他们很明显是一个受冲击比较大的行业 我指就业那方面 他们都颇多转来读保安课程 他说因应近期社会形势 部分雇主请人的时候要求多了 例如商场想请一些应对能力比较好的 不过市场需求大 肯做的话基本上都有功翻 有一次联系记者梁嘉宜报道